第一节引言 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 当然就是道光22年 1842年7月24日 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约之日 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亦定 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 并目呼战呼和 或战干此处而何与彼处 此种畸形的原因 大概有二 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 不但不明 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 中英的战争 在中国方面 不过是脚移 讨逆 就此一点 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 第二个缘由是彼时中英二国均未预报一个避战之心 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音 宣宗屡次的尚遇名言不可倾其边信 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 各省江历富裔黄绝资进鸦片的奏折之时 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音会引起战争 不过激烈派以为唐英达到禁音的目的 而必须用兵以破外移胜服 则亦在所不惜 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碑 Loud Napier 以商业监督 Superintendant of Trude 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来华而遭拒绝后 英政府的态度就去消极 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 政府置之不理 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 做买卖者 不分中外股金 均判时局的安定 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 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 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 敷衍过去 英文所谓model alone 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 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 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慎重 不好分时更张 因为恐怕愈改愈坏 即林泽徐于道光十九年 1839年春进烟 故英商与英领 以破其脚焉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 适当巴麦尊爵士 Law Palmerston 主持英国的外交 此人是以称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赴盛名的 他即派遣舰队来华 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 且英国赞成和平者 亦大有人在 躺和意不成而必出于一战 巴麦尊亦在所不惜 故鸦片战争的发生 非中因两国所预料 更非两国所预谋 战争虽非偶然的 无历史背景的 然出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 即则因冲突而起报复 Reprisal 中乃留为战争 鸦片战争 当作一段国际关系史看 虽是如此畸形混沌 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 则显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 起自道光19年1839年正月25日 吉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行敌广东之日 第一期是齐善主政时期 起自道光20年1840年7月14日 及其善与英国权权代表义律 Admiral George Eliot 及义律Captain Charles Eliot 在大孤其史交涉之日 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 起自道光20年1841年2月6日 及其善格职拿问之日 而止于道光22年1842年7月24日的南京条约 在专制政体之下 最后决断权依法律 当然属于皇帝 然事实上 常常由大臣得君主的信任 言听计从 此地所谓林则徐 及其善主政时期 即本子义而言 原此 林的格职 虽在20年1840年9月8日 然自7月中以后 宣宗所信任的 以非林而为其善 故其善主政时期 时起自7月中 自其善格职以后 直到英兵破镇江 宣宗一亿主战 所用人缘如一山 一经 玉谦 牛剑等不过尊职立行而已 虽有为职者 然皆实为而明尊 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 四部为无当 三期中 第一期与第三期为十月相等 各占一年半 第二期一 其善主政时期 一一为最短 半年零数日而已 在第一期内 严格说 时无外交可言 因为林则徐的目的 在禁烟 而禁烟林 视为内政111 本系内政 不必事先与外人交涉 所采步骤亦无需外人的同意 中因往来文件 在林方面 只有遇事 在英领义律方面 迫于时事 一间俱禀 此时义律既未得政府训令 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 他的交涉 不过图临时的相安 他的军事行动 不过报复及保护 在华英人的生命和财产 到第三期 更无外交可言 双方均认为交涉无望 一意决战 后来英兵抵南京 中国于是屈服 在此三年半内 唯独其善主政的半年 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 在此期之初 英国全权代表虽手握重兵 然英政府的训令 是叫他们先交涉 而后战争 而两代表 一以训和 以负商业为上策 训令所载的要求 虽颇详细 然非完全确定 尚有相当伸缩的可能 在中国一方面 齐善的态度是未交加的态度 他的奏折内 虽有于英仪 英仪不遵劝戒字样 但他与英人仪文往来 一直用贵国 贵统帅的称呼 且他与英人面译的时候 完全以平等相待 至于他的目的 更不代言 使徒已交涉了案 顾齐善可说是中国近90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 在当时 在后代 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 不幸 齐善在广东 除任交涉以外 且熟理梁广总督 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 攻击他的 有些注重他的外交 有些注意他的军事 那么 齐善外交的出发点 就是他的军事观念 所以我们先研究 齐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齐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道光22年 1842年2月初间 虎门失守以后 钦差大臣江苏巡抚遇迁 上了一封弹劾齐善的奏折 他说 乃闻齐善到月后 浅散壮勇 不满未冤屈于 以智转为该一勾去 遂有大脚 杀脚之线 玉靖杰是主战派首领之一 也是江丽中最露头角的人 他攻击齐善的意思不外 林则徐都月的时候 便收本省壮丁为团勇 齐善到月则反林所为而浅散之 这般被撒壮丁就变为汉奸 因人反得收为己用 此说的虚实 姑姑讨论 躺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 就必反驻外国打中国 民心意可见一斑了 静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 玉石洛炳章又上了一封 措辞更激烈 且违逆一在业 滋饶几集一年 前都臣齐善到月查办 将召集之水涌 防备之手锯全行撤去 破大脚杀脚失事 提阵专并复审求援 仅发兵数百名 浅之夜度 唯恐逆一知觉 以致提督关天培 总兵李廷玉在炮台遥望而泣 这样说来 齐善的罪更大了 除遣散壮涌之外 还有撤房拒 献忠臣的大罪 洛文中原籍广东花县 哲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 他为人颇正直 道光二十一年 一八四一年以前 因查库不受贿 以得盛名 故所发言辞 不但足以左右 当时的轻易 且值得我们今日的研究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隐 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 但道光二十一年 一八四一年六月 王大臣等会审的叛辞 是当时政府最后的平足 也是反齐善派的最后胜利 不能不隐 此案齐善已钦差大臣 查办广东遗物 已如何董仲周祥 祭出万全 该已既不遵照小玉 办理以行猖獗 即应奏请调兵 迅速搅除 乃妄亦激魔 赞以香港地方许己 彼得有所借口 于一切防守事宜 并不欲为设备 以致该已谍将炮台攻陷 要爱尸首 实属有物积宜 自宗一意主战 所用人员如一山 一经 玉谦 牛剑等 不过尊止例行而已 虽有为职者 然皆实为儿明尊 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 四部为吴当 三期中 第一期与第三期为十约相等 各占一年半 第二期一 其善主政时期 一一为最短 半年零数日而已 在第一期内 严格说 十五外交可言 因为林则徐的目的在禁烟 而禁烟林视为内政 一一一本性内政 不必事先与外人交涉 所采步骤亦无需外人的同意 中英往来文件 在林方面 只有遇事 在英领义律方面 迫于时事 一间俱禀 此时义律既未得政府训令 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 他的交涉 不过图临时的相安 他的军事行动 不过报复及保护 在华英人的生命和财产 到第三期 更无外交可言 双方军认为交涉无望 以意决战 后来英兵抵南京 中国于是屈服 在此三年半内 唯独其善主政的半年 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 在此期之初 英国全权代表 虽手握重兵 然英政府的训令 是叫他们先交涉 而后战争 而两代表 亦以训和 以副商业为上策 训令所载的要求 虽颇详细 然非完全确定 尚有相当伸缩的可能 在中国一方面 其善的态度 是外交家的态度 他的奏折内 虽有于英仪 英仪不尊劝戒字样 但他与英人 一文往来 亦之用贵国 贵统帅的称呼 且他与英人面移的时候 完全以平等相待 至于他的目的 更不代言 试图已交涉了案 故其善可说是中国近90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 在当时 在后代 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 不幸 其善在广东除任交涉以外 且熟理梁广总督 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 攻击他的 有些注重他的外交 有些注意他的军事 那么 其善外交的出发点 就是他的军事观念 所以我们先研究其善 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其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道光22年1842年2月初间虎门失守以后 钦差大臣江苏巡抚玉坚上了一封弹劾其善的奏折 他说 哪闻其善到月后 浅散壮涌 不满未冤屈于 以至转为该移沟去 遂有大脚 杀脚之县 玉靖杰是主战派首领之一 也是将一中最露头脚的人 他攻击其善的意思不外 林则徐都月的时候 便收本省壮丁为团勇 其善到月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 这般被撒壮丁就变为汉奸 英人反得收为己用 此说的虚实 孤步讨论 躺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 就必反驻外国打中国 民心意可见一斑了 静杰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 玉使洛炳章又上了一封 措辞更激烈 切为逆宜在月 滋饶几集一年 贤都臣其善到月查办 将召集之水涌 防备之手锯全行撤去 破大脚杀脚失事 提阵专并赴省求援 请发兵数百名 遣之夜度 唯恐逆宜之绝 以致提督观天培 总兵李廷玉在炮台遥望而泣 这样说来 其善的罪更大了 除遣散壮涌之外 还有撤防拒 献忠臣的大罪 洛文中原籍广东花县 整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 他为人颇正直 道光二十一年 一八四一年以前 因查库不受贿以得盛名 故所发言辞 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轻易 且值得我们今日的研究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饮 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 但道光二十一年 一八四一年六月 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 是当时政府最后的平足 也是反其善派的最后胜利 不能不隐 此案其善已钦差大臣 查办广东遗物 以如何懂众周详 祭出万全 该宜既不遵照小玉 办理以行猖獗 即应奏情调兵迅速剿除 乃妄议激魔 赞以香港地方徐己 彼得有所借口 于一切防守事宜 并不欲为设备 以致该宜谍将炮台攻陷 要爱失守 实属有物基宜 自应万律问你 其善和一手被不设失陷成赛者斩监后律 拟斩监后 秋后处决 这个判词是代表当时的精益 所可注意者 政府虽多方搜罗其善受贿的证据 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 其善为什么要开门一道 以为必是受了英人的贿赂 战争的时候 左宗棠一一同光时代的克敬侯 正在湖南安化陶文一家授课 道光二十一年 一八四一年 他致其是赫智农的信 有一段急动人的文章 剧东 国永阳侯奉照北行 有人自侯所来云 侯颜其善得西人金巨万 遂监主和异 将恐国记遂坏医生 昨见林智府谢罪书 魏银并恐彼族别生秘籍云云 时代之此 诚如是 其余亦大可哀矣 照碧之诗 即取隐即展生一灭口各节 情状昭著 炮台失现时 取池书为二炮台孤悬海外 月东武被泄池 寡步敌众 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 此次以后 君情亦哪 无非欺君往上 以和为主 张贼势而慢军心 见之令人切齿 所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 国永侯杨芳 原任湖南提督 于道光二十一年 一八四一年 正月八日 放参赞大臣 时宜前往广东 脚除溺移 他于正月二十一日 接到了这道上誉 二月十三日 行敌广东省城 他在启程赴任之初及奏云 现在大局或须一面收复定海 一面准齐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吃 浙江应与英人战 广东则应与英人通商以求和 自然宣宗以为不妥 离广东后 他就报告 预备分段研印 贡宝无鱼 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 危害于英人者少 危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 三月初 国永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 说 城乡内外民心大定 千者见负 避者见开 居民古勇 可期无鱼 宣宗当然心悦之志 克兵不满三千 未成力保无鱼 若非镇之参赞大臣 国永侯杨芳 其熟能知 可家之处 比难宣述 功成之日 祝英茂赏 此轻之第一宫也 绝后由当奋勉 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 至于第二宫则无可报了 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 自己求和仍可报外仪 恳求皇帝施安 准与止战通商 皇帝远在北京 何从知道 这就是阳方日后 顾全面子的方法 左宗堂的信息 纪文杰的自国永侯 久不足信 何况国永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 既在图中 亦必见接得自广州来者 至于其善 欲及展生一面口之说 便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 军未发现 读在湖南安华乡中 教书的左先生 知有其事 且认为 情状昭著 岂不是甚其了 同时 广东的暗查使 王廷兰反说 他屡次劝其善杀义律 而其善不许 他写给福建道元 曾旺言的信述 此事甚详 义律住洋行十余日 省和中仪纯版数字而已 不难秦也 意义毫无准备 有时亦律成教买物 往来于世应间 此时如浅赶死之事 数十人除之 只能终取物耳 乃屡次进言于当路 这已现在讲和 未可轻动 是可谓送香人意之师矣 其善躺得了 西人金去万 受之者必是亦律 欲及展生一灭口 莫若展亦律 其善反欲笑 送香人意之师 岂不更齐了 王廷兰的这封信 又形容了其善 如何节节后退 贼到门 而门不关 可平 开门一道 百惠难辞 王廷分既是广东的暗查史 他的信既由敏哲总督言修表 送成欲览 好像应该是最好的史料 不幸其善在广东的时候 义律不但为助洋行十余日 简直没有入广州 这封信在显明的事实上有此大错 其史料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其善倘若撒了广州的房具 撤房的原动力不是英国的贿赂 这是我们可断定的 但是到底其善撤了房没有 这是当时及后来攻击其善的共同点 也是其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之中心问题 道光20年1840年的秋魏东初一 义宣宗最信任其善的时候 以撤房成有其事 然撤房的责任及撤房的程度 则大有问题在 宣宗是个极上节俭的皇帝 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大修军备 但是宣宗曾为一次许他不用库款 林的军费大概来自行商及银商的捐款 道光20年1840年6月7日 英军占了定海 于是宣宗脚荒手忙的商令沿海七省整顿海防 北自奉天 南至广东 各省调兵 慕有 修炮台 请军费的奏折陆续到了北京 宣宗仍是不愿将力扣留库款以作军费 当时英部尚书齐千枣和刑部右侍郎黄爵姿正在福建查办事件 他们同名这总督邓廷真及福建巡抚吴文会贤 建议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应天造大船六十支 每支配大小炮位三四十门 通计船后公费约须银数百万两 他们说 当此逆移称绝之际 思为民谈患之方 据可苟且补容 指他日转增磨费 宣宗不以为然 他以为海防全在平日认真操练 认真修理 正不再分分天造也 此事道光二十年 1840年7月中的情形 8月中 齐善报告义律及义律已自大姑带船回南 并相越沿途不相攻击 静后新派钦差到广东与他们交涉 宣宗接了此辙 就下一道上狱 一面派齐善为钦差大臣 一面教他将英彻应留各兵分别合办 齐善遵旨将大姑的防兵分别撤留了 9月初四 山登巡抚托魂部的奏折到了北京 报告英国兵船八支 于8月22日路过登州 向南行使 托魂部买了些牛羊菜书 着亮赏会 因此 一众数百人一起出仓 向岸罗拜 玄疾开翻南史 一时文武官 并集军力市民万物还官 贤魏一人如此恭顺 实出意料之外 宣宗以为合议却有把握 于是连下了两道御旨 一道这托魂部体察情性 将前调防守各官兵着亮撤退归武 以结魔废 一道寄给圣经将军者应 属两江总督御谦及广东巡抚一粮 这详家着和 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撤应留 妥为办理是同日敏着总督邓廷真奏折到今 报告从福建吊水泳八百名来浙江 宣宗就告诉他 现在已一和福建的水泳团链应分别撤留 以结魔废 适则到过二十年 1840年九月初 齐善尚在直立总督任内 宣宗为节省弥废起见 以令沿海七省才撤军队 齐善于十一月六日实敌广东 他尚在途中的时候 沿海七省的撤房已经实行了 奉天 直立 山东与战争无关系 可不必论 南四省中首先撤房者及江苏 预签于十月三日到京的折内报告 共撒兵五千一百八十名 并且各处所顾水路相拥 一级妥为遣散 十月十七日的报告说陆续又撤了些 统计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 广东及浙江撤兵的奏折 同于十一月一日到京 恰良说 查虎门内外各爱口 兵永共有万人 都臣林泽徐前次奉道御址 当即惠同臣将次要口爱 各兵陆续撤减两千余名 臣赴遗子水路各提阵 将各路中可以撤减者再为逐和情势 分别撤减以及尼费撒兵的上誉是九月初四发的 罢免林泽徐的上誉是九月初八发的 仪良所说广东初次撤兵是由林与他二人定夺 此说是可能的 仪良熟理总督以后 用你再撤 但未说明撤多少 伊礼部在浙江所撤的兵更多 照他的报告共撤六千八百名 共留正海等处防毒者五千四百名 南四省之中为福建无撤兵的报告 总结来说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四省 除福建不明外 于三省一江苏浙江广东 均在齐善未到广东以前 以遵照皇帝的御旨实行撤兵 江苏所撤者最多浙江四支 广东最少 广东在虎门一带至少撒了两千支勇 只多留了八千兵友 道光二十年1840年秋冬之间 撤房成有其事 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 但撤房的责任不能归诸其善 更不能归诸他一人 其上位到任以前的撤房 虽不能归咎于他 他到任以后的行动是否开门一道 道光二十年1840年12月 和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2月的军事失败 是由于齐善到任以后的撤房吗 散漫军心吗 陷害忠臣吗 齐善出到广东的时候 中英已发生军事冲突 因为中国首炮台的兵士 攻击了义律派进虎门送信 而挂白旗的船只 这不但犯了国际功法 且为了朝廷的预旨 因为宣宗撤兵的上誉已经名言 除非外人起信 沿海各处不得开火 其善本可承办 但他的情折内不过说 先为迎寻来游 折行开炮攻打 亦不免失之梦浪 接连又说 为现在正直 宜兵云集诸物未定之时 方将激励士气 借资震慑而壮生威 若经明白参奏 且恐喊我将士之心 且一张一众捷悟之胆 同时他一面资行 沿海文武官吏 在未攻击之先 须寻名来游 一面仍以疑情回策 虎门戏尽审要爱 未便漫无提防 随伤为署 广州府之府于保存 副将庆宇 游击多龙武等前往该处 土为秘防 适则其善 不但不愿散漫军心 且思激励士气 不仅未撤防具 且派员前往虎门 捕为秘防 12月初 何以暂区决裂 其善遂着条赵庆携兵500名 令其持赴虎门 并派为潮州镇总兵李廷玉 带并前往帮办 又着调都标兵500名 顺德携兵300名 增城迎兵300名 水师提标后迎兵200名 水师提标前迎兵150名 永靖迎兵100名 波赴巨省60里之总路口 大豪头 沙尾 列德一带 分别秘防 并于大辽头水口田石沉船 借以虚张声势 比该移之我有备 总纪兵1950名 不能算多 且广州第一道防线的虎门 只500名 虎门以内大豪头朱地 反增1400余名 于此我们就可窥测 其善对军事的态度 及其所处地位的困难 他在大法以英人交涉的时候 就立言中国万非英国之敌 到了广东 他的奏折 讲军被进行者甚少 讲广东军被不可靠者反多 如在12月初四的拒折内 他说 不但虎门日友的各炮台布置不好 即前都臣邓廷真 林泽徐所奏铁链 一经大船碰撞 一级断折 魏族抵御 盖元历任率皆文臣 笔下虽加 五倍未安 现在水陆降上中 又绝少曾经战争之人 集水师提成关天牌 一情面太软 魏族称为肖将 而农菜才是游猎 到此未及一月 但经费无出 且欲制造器械 训练技艺 遂选人才 处处棘手 缓不济及 其善对军事既如此悲观 故不得不和 然和意又难成 不得不有军备 借以虚张声势 比该遗之我有备 且升为总督 唐师弟则不容辞 但军备不但缓不弃急 且一朝外人之计 何以更易决裂 故只能妥为秘防 但只能在虎门内 多增军队 所以他犹疑不决 结果国内主战派 攻其开门一道 应人嘖嘖其 无意和的诚心 不过千言十日 以便军备的文俊 他们说 此种军备进行渗诉 Wear going on with Tosh 英人采先发制人的策略 遂于12月15日沉 攻击大脚 杀脚两炮台 结果中国大失败 两个炮台均失守 水师船只 挤全覆没 兵士死者约500 伤者较少 炮卫被夺被毁者 共173尊 英人方面受伤者约40 死亡者无人 防守大脚 杀脚者约2000人 英兵登陆来攻者 共1461人 内白人与印度人约各半 此意中国虽大败 燃兵士死亡之多 族政军心尚未散漫 炮卫损失有173尊 内25尊在大脚 72尊在杀脚 于属士船 族政房具并未撤 我们还记得 在虎门十台之中 大脚 杀脚的地位不过次要 到光15年 1835年 整理虎门房屋的时候 关天培和属里 岳都齐寝就说过 大脚 杀脚两台 在大洋之中 东西对质 为中隔海面 一千数百丈 相距较远 两边炮火不能得力 只可作为信炮旺台 平时杀脚防兵 只30名 大脚只50名 2月15之一 二台共有兵士2000名 不能算少 至于军官及兵丁的精神 外人重口一词的称赞 虽然战争不满20 而炮台已失守 肆无称赞的可能 欧洲的军士对于败敌 肃上豪侠 他们的称赞不能不打折扣 但是我们至少不应说 齐善开门一道 此一以后 齐善组合的心智更坚决 虽于12月27日 与毅律定了草约四条 他虽然费尽了心 力求朝廷承认草约 宣宗一意拒绝 遇到后来 朝廷催战的遇止遇及遇延 其善于无可奈何之中 一面交涉 一面进行军备 他的奏折内 当然有调兵增防的报告 但我们可利用英人的调查 以凭他的军备 正月23日 毅律派轮船Nemesis到虎门去后 签订正式条约日期的信息 此船在虎门逗留了四天 看见威远 镇远及横荡三炮台 增加沙袋炮台 Sandbag batteries 并说三台兵士甚多 别的调查的船只发现 春鼻的后面正建设炮台 武山的后面正填石安装已加到 2月1日 毅律亲自到横档 查名字Nemesis报告以后 又加了17尊炮 2月2日 英元截留了中国信传一支 那有当局至关天培的信 祝他从宿田色武山后的交通 于是应人确知 齐善已定计决战 遂于2月5日下第二次的攻击令 道光21年 1841年 2月5日 6日的战役是齐善的致命之伤 已是广东的致命之伤 战场的中心就是威远 镇远 横档三炮台 所谓虎门的天险 剧烈的战事在6日的正午 到午后2点 三台全尸首 兵士被俘虏者约1300名 阵亡者约500名 提督关天培一殉难 后卫被夺被毁者 威远107尊 临时沙袋炮台30尊 镇远40尊 横档161尊 巩固40尊 此役的军心不及12月15日 横档的关左 开战之初 即下台乘船而逃 且锁台门 以防兵士的出走 然亦有死亢者 失败的理由不再撤防 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甚多 好位亦甚多 而在兵士缺乏训练 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 失败之速 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夏恒荡 死岛在恒兰的南面 镇远的西面 关天培以为恒荡极微远 镇远已足以置敌 夏恒荡无关紧要 故在道光15年1835年 整理虎门防备的时候 久未注意 不料英人于2月5日 首先占领夏恒荡 并称夜安大炮于山顶 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 而2月6日英人实现以台攻台 战争的失败 其上或需负一部分的责任 但是说他战前不设备 战中节节后退 不但与事实相反 且与人情相反 英人David甚至说 其善的军备已尽人是天使的可能 十人及以后的历史 当然不信中国反不能与导一敌 他们说中国所以败权 由宣宗罢免林则徐而用其善 他们以为林则徐是百战百胜的主帅 英人未知 故必去临而后使得逞其志 英人在大姑的交涉 不过行反金之计 十人持此论 罪利者要算遇迁 将上检手下谢 根据他的话就下了一段段语 说英人所汗在月而弃及于这者 月间而这侠也 兵法攻其侠而今者一侠 关于天间帝书 林邓被译 其乡入月 虎门撤房 则其是月也如探囊而取物也 一律本无旧府之心 刻及其乡以破月东之局 魏元的论断比较公允 然以日欲行邻的激烈政策 必沿海守臣皆灵工而后可 必当轴炳君皆灵工而后可 不说沿海守臣即当轴炳君 即全国文武官吏 尽是林则徐 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 在九龙及川比与林则徐战者 不过一支配二十八尊炮的Wawage 即一支配二十尊炮的Wawasins 后与其善战者有陆军三千 冰船二加鱼支 其大如Wawasley、Blenum、Melville 皆配七十四尊炮 然而九龙及川比的战役仍是中国失败 且虎门失守的时候 林则徐尚在广州 且有相伴军务的责任 英国大军抵华以后 不及攻越而先攻定海者 因为英政府以为 广东在中国皇帝的眼光里不过边税之地 胜负无关大局 并不是怕林则徐 当时在越的外人多主张先攻虎门 唯独中国从报 Chinese Repository反对此举 但一说躺开战 虎门炮台的扫瓶 不过一小时的事而已 至于去林为英国的阴谋 更是无稽之谈 英人屡自向中国声明 林之去留与英国无关系 实则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姓氏 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 林不去则必战 战则必败 败则他的声明或将与月明称相等 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 速和则损失可减少 使中国的违心或可提早20年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毫无革新运动 主要原因在十人不明失败的理由 林自信能战 十人亦信其能战 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 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战争失败的结果就是南京条约 这是无可疑问的 但战争最后的胜负并不决在虎门 而在长江 南京条约的签字 据虎门失守上有一年半的功夫 到了道光22年1842年的夏天 英国军队连下了吴松 上海 并占了镇江 而南京危在旦夕 这时候朝廷使承认英国的条件 而与定约 正向咸丰末年 英法虽占了广州省城 清廷仍不讲和 直到联军入京 然后定盟 齐善在广东的败仗远不如牛舰 在长江的败仗那样要紧 总结来说 齐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无可称赞 亦无可责备 败是败了 但质败的缘由不在齐善的撤房 而在当时战斗力之远不及英国 齐善并未撤房或开门一道 不过他对战争是抱悲观的 识人说这是他的罪 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 他知道中国不能战 故努力于外交 那么他的外交有识人的通病 也有他的独到处 现在请认齐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齐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一律及一律率舍舰队底大姑的时候 齐善已世袭一等侯 文渊阁大学是任职立总督 他是满洲正皇旗人 嘉庆十一年 1806年 他初次就外省官职任河南岸查史 后转江宁部正史 血调任山东、两江、四川各省的都府 道光十一年、1831年 不值立总督 鸦片战争以前 中国的外交全在广东 故齐善在官场的年岁虽久 但于外交是绝无经验的 道光20年1840年7月14 一律等到了大姑 齐善尊职派游击罗英敖前往询问 罗回来报告说 英人只为谍遭广东攻击 赴居之游 无从上达天厅 恳求转奏 此种宿居深渊的态度 是齐善对付英人的出发点 是极观紧要的 这态度当然不是英政府的态度 那么误会是从何来的呢 或者是义律故意踩此态度 以图交涉的开始 所谓不顾行事 只求实际的办法 或者是翻译官马里逊 为家审慎而用中国官场的文字 或者是齐善的误会 三种解释都是可能的 都曾实现过的 但断断不是齐善欺君的誓词 因为他以后给英人文书 就把他们当作伸冤者对待 齐善一面请旨 一面令英人后至二十日听回信 十七日预旨下了 十八日齐善 急派千总白寒章 往英传接收正式公文 此封公文 就是英国外部大臣 巴麦尊爵士 Lycon Palmerston 是大清国皇帝 亲命宰相的赵慧 此文是鸦片战争 最紧要的外交文献 研究此战者 必须细审此赵慧的原文 与译文 译者遵照 巴麦尊的训令 只求信 不求雅 结果不但不雅 日不慎达 但除一句外 全文的翻译 却极守信 这一句原文是 to demand from fimpersatisfaction and address 一文便为 求讨皇帝 招雪深渊 难怪宣宗和其善 把这个外交案 当作属下告状的松案版 这召会前大半说明 英国不满意中国的地处 后小半讲英国的要求 中国禁阴的法字错了 阴禁的法律 九成句文 何德权无声明 忽然加盐 就是要加盐 亦当先办中国的官吏 后办外人 因为官吏 相助运禁 博受归银认纵 中国反首先言办外人 宽就官吏 岂不是开一眼而见外人犯罪 闭一眼不得见官限犯罪评 就是要办外人 亦应分别良养 不应一概禁锢 禁绝实物 所顾内地工人 建区不准相助 如外人不搅阴土 即下护士之沃死 不但英国商人是如此虐待 即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 异形强迫凌辱 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 因此层层理由 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 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树岛作为应商居住之地 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贤货妥当 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基欠 第四要求以后中应官吏平等相待 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即使费 唐中国不妥善招雪定市 仍必相占不惜 赵慧内虽未提及林则徐的名字 只说某关线 中外皆知英国所不满意的禁烟办法 皆是林的行动 赵慧的口气虽是很强硬 但全文的方式实在是控告林的方式 巴麦尊爵士给义律及义律的训令 有一段是为他们交涉时留伸缩地步的 他说 唐中国不愿割地 那么可与中国定通商条约 包括一 加开通商口岸 二 在口岸 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 三 中国需有公布的 public leak non 即一定的fix海关税责 四 英国可派领事来华 五 治外法权 除治外法权一项 于皆为国际的惯例 并无不平等的性质 且并不有害于中国 定商约或割地这二者 中国可责其一 这点选择的自由 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 要评断其上外交的优劣 就在这一点 其善接到了巴麦尊的赵慧 一面转送北京请旨 一面与义律约定 十天内回答 庭臣如何记忆 我们不能知其详细 记忆的结果 就是7月24日的两道御旨 一道说 大皇帝统欲还迎 渤海内外 无不一事同仁 凡外落之来 中国贸易者 稍有冤意 立即查明成办 少年林则徐查尽阴土 未能养体大功 斥政之意 以致受人欺蒙 错置失当 资所求昭雪之案 大皇帝早有所闻 必当逐细查明 重置其罪 现已派钦差大臣 持至广东秉公查办 定能代身冤意 该统帅义律等 着急返赵难还 听后伴侣可也 此道上誉可说是中国给英国的正式答复 其他一道是给其善的详细训令 所求昭雪冤意一节 自英逐家访查 处处得识 方佐以折其心 比该已等 贤知天朝大功致政 无稍回户 恕不敢借口申冤 搅淹姿成也 至于磕让海岛 断不能另辟一径 致坏成规 所谓成规 就是一口通商 行商的积欠 亦应自为清理 朝廷何能过问 换言之 广东行商所欠英人的债 英人应该向行商追讨 何得向朝廷所赔 倘欲催讨烟嫁 这欲以当日成绞之烟 人戏为尽之鉴 早经眼瞳烧毁 既以成绞干前 即不得所嫁迁后 这种自大的态度 何等可笑 英国所要求者 一概拒绝 唯图重置林则徐的 罪已了案 这岂不是儿戏 但在当时 这是极自然 极正大的办法 渤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 这岂不是中国传统的王道 英国既已控告林则徐 中国既已查办林则徐回答 这岂不是皇帝大公制政之意 8月2日 齐善及遵旨回答了英国代表 他们不满意 要求与齐善面意 齐善以体制攸关 不应该上英国船 遂请一旅登案 8月初四初五 他们二人在大谷海岸 面遇了两次 毅律重申要求 齐善照圣旨答复 交涉不得要领 最困难的问题是 阴架的赔偿 8月18 19 齐善父与毅律已稳交涉 他最后所许者 除扎林则徐外 还有恢复通商 及赔阴架的一部分二条 如能照常公顺 其钦差大臣道笔查办 或贵国起安通商 拒情拒奏 养要恩准 亦未可定 如贵统帅亲尊欲旨 反调难还 听钦差大臣 持往办理 虽明知 燕价所知无多 要必能使贵统帅 亦律 由已登附贵国王 而贵领是亦律 亦可申学潜意 果如所言 将有利于商骨 有益于兵民 使彼此相安如初 则贵统帅回国时 必颜面增光 可称为贵国王 能是之臣以 英国代表 于是遵循皇帝的意志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mperor 开船往广东 并约定两国 停止军事行动 英国政府 所以要义律及义律 带兵船来大孤 就是要他们以武力 强迫中国 承认英国的要求 义律等在大孤星 手握重兵 然交涉魏达墓地 及其晚回南 且说回南 是遵循中国皇帝的意志 难怪八脉尊 几瓶气死了 难怪中国以为 辅仪成功了 宣宗因此商令撤房 以结磨废 且及罢免林则徐 已表示中国的政大 大孤的胜利是齐善得志的阶梯 也是他日后失败的根由 义律等的举动 不但不利于英国 且不利于中国 因为从此举动 发生了无穷的误会 但他们也有几种理由 彼时英兵生病者多 且已到秋初 不宜在华北 歧视军事行动 齐善态度和平 唐与林则徐相比 时有天壤之别 他们想在广东与他交涉 不难成功 他们在大孤不过迁就 并不放弃他们的要求 齐善在大孤除交涉外 同时切实调查了敌人的军备 他的报告和朝廷改变 林则徐的强硬政策 当然有密切的关系 英国军舰的高大 这是显而易见的 又各射有大炮 约重七八千斤 炮卫之下设有石磨盘 终具鸡轴 只需转移磨盘 炮及随其所向 此外还有火焰船 内外具有风轮 中设火池 火城风起 烟气上熏 轮盘及积水自转 无风无潮 顺水溺水 皆能飞渡 当时的人如林则徐所拟破遗之法 其善以为皆不足事 躺宫遗传的下层 遗传出水处所易经设有炮位 是其意在回击也 若遇穿其船底 则外人水兵能于身五六丈处 石蟹投入海中 于石则入跳跃灯舟 直至颠顶 是意在抵御也 此外还有纵火焚烧的法子 金则该以博传 各自相离树里 不肯贤为祭晚 是意在 却必言烧也 尼横言以图之 只惩罚以御之 或反重其诡计 未必足以决胜 这是其善之彼的功夫 对于这样的强敌 中国有能力可以抵抗吗 其善说 中国毫无足事 该以所视者为大炮 其所谓者亦为大炮 那么中国正缺乏大炮 譬如在山海关一带 本无存炮 县市委员等 在于暴布废弃炮位内 减得数增 上系前民之物 业以征喜备用 华北如此 华南亦难操胜算 即如将这等省 所视为外卫者 原指长江大海 金海道已被该以游异 长江又所在可通 是显要已为该以所惧 水师转不能入海求追 假设中国能于一处得胜 英国必转攻别处 假使我们能于今年得胜 英国必于明年再来 欲求处处得胜 时时长盛 尘时不免隐存意外之余 边信一开 兵节末世 我皇上日理万机 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 使阴兵魔 而平年防守 亦不免费享劳师 这是其善知己的功夫 外交的元素 不外理与世 鸦片战争的时候 中英各执其理 各行其事 故中英的问题 论审视 论知己比的功夫 其善无疑地掩在识人之上 其善仍是半知半解 但识人简直是无知无解 所以其善大声疾呼组合 而识人斥为媚外 或甚至以其受英人的贿赂 不幸 11月6日 其善到广东的时候 国内的空气 及中英间的感情 均不利于合议 伊礼部在浙江 曾要求英国退还定海 英人不远 朝野因之以为英国求和 非出于制成 在英国方面 因中国在浙江 抢夺20多个英国人 且给以不堪的待遇 决战之心 一幅增加 11月内 这幅刘韵科 钦差大臣其赛早 黄绝兹 御使蔡家丑 相继上奏 说英人有九句定海的阴谋 朝廷主贺的心斥为之咬动 同时 屹律在广东多年 偏重广州通商的利益 主张在广州 先决胜负 所以他在广东的态度 比在大姑 强硬多了 中国对他送信的船 开了炮 他就派兵船来报复 所以齐善到广东后的 第一次奏稿 就说 义律的此气 较前更加傲慢 是此时 义律呼称病 交涉由义律 义人负责 齐善莫名其妙 初六日委员 接见义律时 虽其面色烧黄 并无并容 然则何斥一日之间 拒耳并拒欲回 那么此中必有矫际 今义律粗然而行 或就此间别作阴谋 或其意见与义律另有参思 亦或静细折回浙江 欲图占据 均难逆量 所以齐善就飞资伊礼布 要他在浙江 严防英元的习工 这样的环境 绝非义和的环境 但广东的军备状况 更使齐善坚持合意 他说广东水师盈雾 微特传不敌疑人之间 泡不敌疑人之力 而冰丁胆气怯弱 美欲遗传少人惜之情 折喜贪功 迫见来势强横 则皆望而生聚 他第一步工作 当然是联络感情和缓空气 他叫水师参江 置信一律 声明墨悬原委 善先开炮 细游宾丁错误 理在银茶承办 如此冲通勉了 而双方的面子都顾到了 同时他又释放了赤拉 敦米森斯丹腾 死不过在澳门外人的 一个教书先生 因至海岸游泳 迷人成姬鲁枝 而陷于林则徐 以图赏资 英人以旅求释放 而灵不许 其算此举 虽得罪了灵派 尤为英人所感激 空气为之大变 交涉得以进行 易律交涉的出发点 就是潜在大活 所要求的条件 1 他要求赔偿 因价 首先要2000万元 后减至1600万 又减到1200万 其扇先许300万 须加至400万 又加至500万 这是市场讲价式的外交 2 兵费一条 其扇坚决拒绝 达一次细衣等自取虚迷 我军增兵防守 一层多费铜银 又将从何取所 3 刑商的欠款 应由刑商赔补 4 一律远退还定海 但要求在业 敏 这沿海地方 另给一处 其善以为万万不可 假以偏于持土 恐其结党成群 箭台射炮 久之建成占据 一换将来 不得不先为之律 且其地亦甚难择 无论将这等处 军属腹地 断南融流疑人 及福建之厦门一带 亦与台湾攘地相连 无药可遏 防守游难 5 中因官吏平等一节 其善当即许可 这是11月21以前 交涉的经过 12月初期的上誉 不许其善割齿寸地 赔分好钱 只叫他成鸡公角 无得示弱 于是全国富积极调兵潜降了 这到上誉 12月20左右 使到广东 未到之先 其善的交涉又有进展 烟价的赔偿定600万元 封五年交付 交涉的焦点在割地 一律要求香港 其善坚持不可 即香港一宽至七八十里 还储众山之中 可避风韬 如获吉予 避至屯兵巨粮 箭台射炮 久之避凯于广东 留必不可圣言 香港即不能得 一律遂要求 天开口岸二处 其善以为天给贸易码头 较之给予地方 四为得体 他本意愿天二处 但为讲假计 先只许厦门一处 且只许在船上交易 不许登案 一律颇讨厌 这种讲价式的交涉 遂以战争携之 其善虽一面备战 他的实心在求和 他十二月初四 所拒的折内 求朝廷 许天通商口岸 越东防守如何不可靠 他在折内又说了一遍 盖元历任率皆文臣 笔下虽家 武备卫安 及前都臣林则徐 邓廷真所奏铁链 一经大船碰撞 一级断折 为祖抵御 初六日 一律请他到澳门去面译 他以为 无子体质 并恐 狼子野心 中怀叵测 只许一文往来 十四日 一律声明交涉决裂 定于明日攻击 其善的父亲尚未发去 中烟已开始战争了 十二月十五日 大脚 杀脚失手了 其善的交涉就让步 二十七日 岁与毅律定了川笔草约 一 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 但中国得在香港涉官收税 如在黄埔一样 二 赔款六百万元 五年交清 三 中英官吏平等 四 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 一八四一年 正月初复式 在英国方面 及时退还定海 此约是其善外交的结晶 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 在定约的时候 其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 不许赔款的预旨 照法律 他当然有为止的罪 但从政治看来 资善的草约是当时时事所许可的 最优的条件 最少的损失 我们唐与南京条约相较 就能断定 川笔草约 是其善外交的大胜利 南京条约 完全割香港 川笔草约 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 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 川笔草约 仍是广东一口通商 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 川黄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 我们唐又记得一律阴定 川黄草约 大受了八脉增的斥责 我们更能佩服其善外交了 定了此约以后 其善苦口婆心的求朝廷批准 道光二十一年 一八四一年 正月二十五道经的奏折 可说是他最后的努力 他说战争是万不可能 因为地势无药可恶 军械无力可视 兵力不顾 民心不坚 奴才再次思维 一身所细有小 而国际民生之同观修期者 慎重且远 待奴才获救于打仗之未能取胜 与获救于办理之未和沉默 同一待罪 于生何所顾惜 然奴才获救于办理之未和底墨 而广东之将帝民生 由得仰赖圣主洪福 己保一安 如奴才获救于打仗之未能取胜 则损天威而害民生 而办理更无从措手 宣宗的朱丕说 朕断不似乳之甘 受逆一七五细弄 你而不反 胆敢背证欲止 仍然接地逆书 待你恳求 实出情理之外 是何肺腑 无能不堪之志 其善者隔去大学室 拔去花陵 仍交部严加益处 不亦尚未定夺 宜良报告应 占据香港的奏折 已于2月初六到了北京 宣宗即将旨 其善者隔职所拿 家产即行查抄入关 北京审判的布公 已于上文说明 其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 在军事方面 无可称赞 亦无可责备 在外交方面 他实在是远超时人 因为他审查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 远在时人之上 虽然其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 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 使他做了一任闪干总督 一任袁贵总督 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 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志时代的意境 文祥极增 左 李诸人 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 竟不提及 林则徐虽同有此病 但临于中外的形势 实不及其善那样的明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